诶 我们无法开启十档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最近接手一支iPhone SE的手机 那接手一个新的东西 是我还没有碰过的多少会遇到一些问题 既上次解决了传输档案的问题以后呢 今天由于我想要拍个封面图 那拍完照以后很开心的发现 嗯 怎么会是HEIC格式的档案呢 这个Windows根本打不开啊 我打开给你们看看 诶 我们无法开启十档案 好 那如果要另外安装编码器才可以读取这个格式的问题的话呢 实在是太麻烦了 那这个对于Apple的Mac用户呢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 因为这本来就是Apple自家的格式嘛 但是Windows不支援啊 怎么办呢 我是想要拍成 它就JPEG之初啊 有没有什么设定可以解决呢 有 那我们接着就看到手机这边来咯 好 看到手机这边哦 我们先点进去设定 然后一样拉下来 然后看到相机这边哦 点进去 然后看到这边下面有个格式有没有 点进去 然后我们选择 最相容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再拍个照 一样连接先断开 然后给它允许 OK 到电脑 接着我们一样到Apple装置里面 哎 那你可以很开心的看到哦 刚刚拍照还是HEIC格式 但是现在设定完成后 拍的照片已经输出成JPEG格式了 然后 可以打开 OK啦 这样就解决了 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喜欢的话欢迎帮我按个赞 然后分享出去 最后不要忘记还没有订阅我 我频道朋友赶快订阅我阿恒频道 这会对我非常有帮助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想参考开箱使用心得 想参照DIY实际案例 那就赶快订阅并继续关注 阿恒频道Hands Media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注